我們今天專門有人問說 那個我們的年齡省 今天看起來是0到50 5050 0到50都有 大家好我是哲瑋 那我要提的是公有地相關 那這次是特別想針對台中市的公有地 主要是因為市政府跟中央的部門 大概目前都有在開放資料上面釋出 台中市的公有土地 大概是12萬里的地號 所以畫面上是簡單的把一些已經有的資料 簡單的把它放在路過買賣上面 大致上就是說 可能有中央部門跟市有土地 兩個資料來源 建築物的部分其實是因為 台中市也有釋出建築物的外礦線 那我們大概14年的時候 有做過一個天龍特工地 就是民間揭露公有土地的一個網站 那在2018年台北市政府 自己也做了一個類似的一個延伸 就是它挑選出一些實際空間可以做活化 那所以未來在台中市的這個共享裡面 或許除了剛才提到的一些簡單的功能之外 或許也可以增加一些例如說 像這個是其他的計畫在說 但是針對一個空間的透視圖的使用提案去讓民眾來創作 所以可以創作出不同的方案來談 說這一塊空間未來可以變成什麼樣的方向 那第二個主題是回到台北市 其實資訊率慢慢的揭露的情況下 公有土地公有建築物目前大概試出的狀況就是在畫面上有列舉一些 所以像全台北市的有大概13萬筆的公有土地 那正在招募提案的像地政局假設挑選出200筆 那以建築物的部分呢 反而是總比數的公有建築物是不小的 那現在財政局它挑出了8筆在招募和民間來提案活用 例如說這個就是這8筆裡面的集中1筆 這看起來還開始很修 然後也有比較好的 就是一個在內部的一個空間 其實水電啊 屋況都很好 好 那再延伸就是剛才那個建築物的部分 有沒有可能透過使用指導或建築指導去 比較是快速的去判斷到底現在台北市裡面多少有共有建築物 那當然還有一些討論 就歡迎大家有興趣的可以來參加 第三類就是所謂公有的空間 包含開放空間或是容易講的一些停車場 那這些資料的來源 我們現在有整理在一個表格裡面 那就也邊整理邊看看 到底現在資料上還有哪些缺容 或者是有延伸一些事情 所以它當然是可以做一些台北市的像資產運用計畫 或者是透過一些空間的分析去 就覺得哪邊是淹水前市高的地方 那空地可以做一些淹水前市的陰影 那甚至是回到市政主要做這件事情 它其實現在是比較是暫時性或便移性的去媒合一些人力資源 那未來它如果要真的比較常態度 把它變一個政策 或是跟民間有更長久的互動 在公共治理上應該也有一些新的想像 所以就歡迎大家來參加這個主題 謝謝